- 超級循環賽第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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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隊面對分組第一晉級的中國 在第一局的打下分數 破了對方連23局無失分的表現 最後以4比1收下勝利 提前拿到了金牌陣的門票 也持續保有在亞運對中國的不敗紀錄 雖然中華隊贏一球 也從頭領先到尾 沒有被對方追平或逆轉 但多數看比賽的球迷 應該還是看得有點揪心 相比跟韓國那一場 中華隊這場打中國 明顯更綁手綁腳 贏得並不輕鬆 那今天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場 台灣與中國的兩岸大戰 分成投手還有野手兩個層面 看看中華隊為何打得那麼辛苦 最後會一樣 來選擇我心目中投打各一位的MVP 首先來看中華隊先發投手 正好軍的表現 正好他先發4橘子被擠出兩隻安打 送出4張老K 掉了1分的飛字折分 帳面上防弱率是0 成績很好看 但有看比賽應該都知道 美美的狀況真的不算好 正好軍家中職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直球夠快 有時候突然就會走中、壞球連發 讓自己陷入危機 然後再把危機化解掉 面對中國的這場也是如此 正好軍從一開始 就一直有直球丟不進去的情況 速度是有出來的 最快一顆來到115公里 可是控制力始終不理想 也因為直球不準 讓正好軍處於球速落後的局面 特別是第一球的好球率非常低 這樣他面對16名打者 居然只有6位 可以在第一球取得好球 過程中送出了兩個寶送 基本上正好軍的直球只要能夠投進去 那中國隊打者是連碰到球都很難得 揮空的頻率非常高 而且也沒有任何一位中國打者 能夠針對戰鬥局的直球擠出安打 兩名敲出安打的選手 包括陸雲還有坤永康 都撒他的變化球 好在他跟林家鎮的搭配 有想辦法在直球控制力不佳的狀況下 該運用了很多的滑球 至少能夠丟進好球袋跟打者周旋 所以安全度過了前面四局 可是第五局上來 面對陸雲連續四顆壞球 投了兩顆直球、一顆滑球還有一顆曲球 都沒有獲得主神的青睞 然後就被換下去了 當下其實看到美美有點錯愕 也能感受出他還想繼續投 但我覺得中華隊的換投是有必要的 因為對中國這一戰只要贏 下一戰對日本就可以輕鬆的打 畢竟確定晉級了嘛 這樣投手就能夠全部縮化到金牌戰 有更多調度的空間 何況前面已經知道 張浩軍狀態不算好了 前陣子還有受傷 分差也不是說拉得很開 只有三分領先 萬一再讓他堆壘包 牛棚會更不好收拾 不如就主動換投 我覺得很合理 相較起來 我覺得中華隊後面兩任投手 陳柏鈺跟古靈瑞昂 展現出來的內容 都比張浩軍還要好 他們兩個的直球 跟美美一樣都很快 陳柏鈺這場最快158 古靈則是有156 但他們的直球準度 是明顯好非常多的 陳柏鈺第五局上來後 雖然沒有守住玩風的局面 失掉一分 但主要是二壘手李浩宇的失誤造成 如果那球成功處理起來 應該是一個雙殺打 也會直接讓中國隊的攻勢瓦解 從內容上來看 陳柏鈺接手後投了三局 只被擊出一戰打 送了中國隊六張LK 沒有投出任何寶送 很積極地用他的火球 來跟打者對決 可以看到中國打線 這邊出棒是完全來不及的 比較可惜的是海盜球團 針對陳柏鈺有球術限制 三局最多只能50球 所以這一戰應該就會是 他在本次亞運的最後一次登板 金牌戰無法再上了 那古靈的部分雖然被擊出的安打比較多 在第八局面對中國第三跟第四棒 甚至都是155公里以上的速球被敲安打 好在教練上的喊暫停後 他跟代表風即時改變配球 加入了曲球去增加速差的變化 跨幾條一二壘有人的危機 最後成功鎖住勝利 前後加起來中央隊三位投手 合計送了15張老K給中國隊 多數中國打者都是趕不上直球的速度 形成灰空的三陣 如果張高軍這場的直球準度 也能夠像陳柏鈺跟古靈一樣在線的話 那投起來應該可以更輕鬆一點 順帶一提,測速槍的部分 日賽丟起來副10很痛苦 現在已經有修正 但感覺上變快了一點 像韓國對日本那一場 韓國先發的蒲世雄 在KPO均速大概145上下而已 就來到亞運變成150連發 而陳柏鈺的部分 在小聯盟極速是153公里 這次頻頻丟到了155以上 最快還來到158公里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丟後援 可以全力吹的關係 這部分就給大家參考 我沒辦法替這個變來變去的測速槍擔保 那投手先講到這邊 再來看野手 當然先講悶到爆的打線 中央隊這場推出五任投手 一共送給中央隊15個40球 其中11個4壞寶送 另外4個是出神球 這樣中央隊本身擊出了6隻安打 從第一局到第九局幾乎是局局上壘 攻勢不間斷 結果我們卻只拿到了4分 其實在第一局的時候 中央隊就靠著林安可揮出一隻中左外野方向的長打 取得2分領先 就像對韓國那一戰一樣 在第一局先打下分數 壓力也會釋放不少 讓預賽三戰共23局無失分的中國隊首度掉分 可是從這一棒之後 中央隊再也沒有打者 能再等點圈有人時急出彎打了 後面的2分 一次是靠身後尾哀觸升球 再滿累幾回分數 另外一次則是吳念廷揮出了高配犧牲打 我們可以很明顯觀察到 中央隊打者群是完全打得到中國投手的球 正常也在吞下了3K 但雖然打得到卻沒辦法打得好 殘累一局接一局的累計 打完9局留下了16個殘累 已經數不清中了幾次的滿累計 那最悶的打者肯定是李浩宇 第一次打擊一二雷有人 雖然最後獲得寶送 但中間其實已經打了一顆界外飛球 是中國右外野手的防守瑕疵 讓他有肆意逃生的機會 第二次打擊也是一二雷有人 投手滑蛋踩讓已經控球不穩 結果李浩宇很積極地出棒 打成一雷上空的飛球出局 第三次又是類似的情況 一出局後中國投手連續三個保送幾層滿壘 結果李浩宇去打第一球形成投手正面 投手崔恩廷又處理得非常好 接到球後直接手套把球拋出去給捕手 順利完成封殺 也讓李浩宇再次措施打點的機會 除了打擊悶 李浩宇又在處理二雷滾地球時 球剛好打到了人工草皮跟紅土的交界處 所以沒有彈起來被記上了失誤 導致投手丟掉分數 在比賽中段就被換下場 由林茲瑋解體 也希望他能夠趕快調整好心情 不要影響到接下來的比賽才好 那前幾場都有不錯發揮的正中澤 章邊場有安打 但那一隻是靠偷點跑出來的 這場甚至還嘗試兩次偷點 第二次就失敗了 剩下三次的打擊內容其實都不理想 感覺起來沒有那麼有耐心 比較急躁一點 是我覺得比較反場的 至於森浩瑋 雖然五次打擊三次上壘也有打點進場 但兩次是靠出身球 安打還是出不來 持續處在石之靈的低潮中 但如果要換 其實也不知道該讓誰去扛中外野 只能夠繼續相信卡勒 最後來講一下林家鎮 我覺得他在韓國場還有這場對中國 跟投手的搭配確實很不錯 節奏明快 主動叫暫停的時機點也抓得很好 但他站上打擊區 確實沒有辦法給人很高的期待感 目前觀察下來 林家鎮的揮棒很豪邁 但揮空的頻率非常高 特別對於直球沒有招架力 選球方面也不是那麼好 這場在第五、第七局 他都是在滿壘站上打擊區 結果一次集成內野飛球 另外一次是在兩塊球之後打出雙殺 中華隊的總教練吳思賢賽後有說 這場剛好壘上有人的嗆死 都遇到狀況比較不好的選手 那既然都已經知道林家鎮狀況不好 為何不考慮板凳左打的戴白鋒 讓他上來面對右投手 又或者上一場代打敲安的李奕薇 其實也是一個選項啊 畢竟中華隊這次只在兩名捕手 如果交換團為了保險 一定要保留一位捕手在板凳 那我還可以理解 可是第八局戴白鋒就上來了 表示交換團是可以換捕手的 純粹只是為了讓林家鎮跟陳柏玉打完第七局 所以不換代打 我是覺得滿疑惑的啦 那最後我們來選偷打的MVP 投手部分我會給陳柏玉 雖然說他一上來 隊友發生滿多的狀況 但他自己是很穩定的 守住了一出局三點有人的局面 沒有讓中國再拿分 靠訴求連標拿了六張老K 看得真的很過癮 也順利吃了三局 彌補戰後軍提早退場的情況 野手的部分 我還是延續韓國戰給林安可 畢竟他是這場唯一一個 能夠在得點圈敲出安打的中華隊打者 而且是長打 如果第一局沒有打那兩分 後面情況會有多緊繃 我還真是不敢想像 希望金牌戰的安可也能夠持續有這樣的表現 那下一場對日本 中華隊已經透露會有左頭先發 言下之意應該是旅日的王彥晨 我個人是覺得蠻沒有必要的 因為對日本這場無關勝負 講到誇張一點 你就算推當過投手的陳柏茨林安可 或甚至上過大聯盟的投手球的林子偉出來投 被Code輸掉了 都完全沒關係啊 最主要是要把局數吃完 然後把全部的好投手保留到金牌戰 正常情況下 可以讓前面只投0.2局的葉宇投手王正浩 直接出來先發 後面接第一站 對泰國已經休息4天的無神風 看能夠吃多少局 可是現在的交換團決定讓王彥晨來投日本 也大概率意味著他金牌戰也沒辦法投 可是韓國這次打線是很明顯的左傾 多一個左頭放牛棚幫助墾丁更大 結果在消化四合的比賽用掉實在太浪費了 因為接下來金牌戰的投手調度投下了一個變數 除非啦 無種說左投手的意思是真的要排林安可先發抗日 那…我一定會準時鎖定這場幫安可加油的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看完台灣對中國這場有什麼感想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阿里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